唐朝的古塔 宋朝的古桥 明代的长城 屹立千百年而不倒 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经过学者的考证 原来都与当时使用的一种特殊材料有关 这种材料就是糯米灰浆 据天宫开悟记载 灰一分入河沙 黄土二分 用糯米扬桃藤枝活云 金筑坚固 永不灰坏 名曰三河土 将糯米煮烂之后形成的浆汁 加入到三河土中即为糯米灰浆 中国古代的工匠们发明的糯米浆 让糯米的粘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糯米也变身成为有机建材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生石灰的成分是氧化钙 当生石灰浴水就会变成熟石灰 也就是氢氧化钙 氢氧化钙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相结合生成碳酸钙 也就是石灰石 而碳酸钙会与糯米粘性的主要来源 吃点淀粉发生生物矿化 这时的糯米浆起到了调控碳酸钙结晶过程和微结构的作用 这正是糯米灰浆具有较高抗压强度和表面硬度的原因 同时 糯米灰浆还与生成的碳酸钙紧密结合 形成了有机物与无机物相互搭配 密实填充的复合结构 这应该就是糯米灰浆强度大 韧性强等优良力学性能的微观基础 而在糯米浆包裹下 反应不完全的熟石灰 为糯米浆提供了一个强碱性环境 可以抑制和杀灭细菌 防止淀粉腐败 使得灰浆保持耐久 糯米灰浆作为中国古代应用最为广泛的建筑胶凝材料之一 堪称有机水泥 在1500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就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技术 历经千百年的岁月沧桑 那些采用糯米灰浆作为材料的许多建筑 如今依然矗立在华夏大地上 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